科技現在是不是像他們想的這麼簡單 科技的進步是日新月異 可是法令的改變趕不上科技的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畫一個示範區 讓很多產業新的東西在這邊可以示範 實驗 譬如說教育的部分 像新加坡 新加坡的教育有的很棒 可是它的學期是三學期制的 跟台灣兩學期就不太一樣 所以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們希望很棒的新加坡學校來台灣辦學怎麼辦 也可以在示範區裡面 可以試試看 在一個地方看看台灣的小朋友 適不適合新加坡的教育 如果適合的話 再擴及到其他區域去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前瞻性的想法 制經區 不是只有蔡英文所講的 什麼會怕因為怕洗產地 導致整個制經區不能推動 這個是非常之為末節 因噎廢食的部分 所以你從這個蔡英文總統的思維 你就看得出來 我們常常講說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敗的人找藉口 我們覺得這個經濟好 我們去做 即便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遇到一點的問題 可是我們想辦法去克服 而不是我們把那個困難 把它想得很嚴重 因為有這個困難 所以我們不去推 像洗產地 坦白說了 這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可以有管理的問題嘛 就是像現在的自由 民進黨架構底下的自由貿易港 就有這個問題啊 那這文猜說他可以管制 那笑死人那制經區不能管制嗎 一樣可以管制啊 怎麼管制 加強查驗啊 而且如果要MIT的話 我們我們的這個成分要達到35%嘛 這才能夠叫做MIT嘛 那這35%有沒有達到 你就可以去檢驗的啊 核發產地證明啊 這都是一種管制啊 為什麼不能管制 本來就是可以嘛 所以你說這個洗產地 這都騙外行人了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不想做 為什麼 因為推動這個東西 需要很多人力 需要前瞻的想法 需要很多的智慧 民進黨自認為能力不足 所以不想做這件事情 他們沉溺於這種草短線的喜悅當中